这里有个C排用兵 看一下C排用兵的含金量 小梦是杂志的话监管大概率要抓我们 所以就直接蹭一个窗坛开始拉点 一边往前面走一边回头观察是什么监管 看见鱼叉了发现是鱼女简直不要太高兴 鱼女真的不好抓玩具商啊 两个板车起码就能废掉两个叉子 等她收叉的时候就起跳 她现在收叉了走地是追不上我的 只能等下一个叉子 然后这里不要进大房 一是看一下她会不会换抓大房心理 二是上大房二楼不好遛鬼 二楼楼梯一个鱼叉就能跟上 而且还会被包水气 发现还追我就再蹭一个板坛往更远处拉点 这就是超级大拉点的魅力 双坛六零件鱼女还是比较管用的 逼她收叉然后再使用双坛拉点 这个时候闪现已经好了 但是一点闪现剩剧都没有 她看我转进了两把一窗区就又丢了一个鱼叉 但是咱们安妮亚根就不害怕 直接打板车收叉我就飞走 这把对面还是一个C牌鱼 可以看出鱼女抓玩具伤是有多么无力了吧 到底是为什么想不开要上来抓玩具伤 背后的原因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块板子其实直接下就好了 不用翻的因为板坛还没好 看见鱼叉位置且知道鱼女来的方向 就把这块板子下掉 陆迪是逼她踩板或者绕路 但是气得她直接闪现了 设了这一刀以后 创弹和板坛CD都撞好了 就接着转回两板仪窗区 因为这边资源都还在的 看鱼叉方向和鱼女过来的位置 她包的水圈不足以把这边的两板仪窗区全部包起来 所以就还是在这边转 她不收叉我就不想翻这个板 然后接入第一秒了 这个板翻过去了就可以接住板坛 转到下一块板区 想要带走我她就必须再交一次鱼叉 这边她收叉以后 其实我应该进身后的短板区再玩一下的 走大空地然后就数了 虽然是刚显示我溜了60秒 但那是因为不分拉点时间不算进 牵制时长的 我上挂的时候是足足有两分钟了 用兵套不命一救的部分就跳过了 C排用兵救的挺好的 起码没有双倒 二救我的时候就上最后一台机 鱼女把我挂过来是想要干扰遗产 但是她没有想到 大房正是适合玩这张遛鬼的地方啊 接着就插半台 所以要继续遛鬼 直接上楼梯蹭窗檀 并且逼她收叉 窗檀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等到前面缺口就下去开散 用滑翔翼接着拉点 此时心里正在顶着水器高然修机 回头一看 发现杂技也过来想要保我 那就更不能辜负大家努力要坚持下去 思考了一下 绝境转进大房外面的三板区 先把长板拍掉 听见收叉的声音了 就要注意回头看一下 她是不是要闪现 发现身躯还塌就先绕一下板子 跟过来就直接使用板坛往远处拉点 因为一心想要转进双窗区 没有回头看就被冲杠了 要被收叉带走了就赶紧下板 然后回头我就看见 啊这个神仙 我觉得她真的是急了吧 这个闪现空了非常致命 开门站我的牵制思路挺差的 就十几秒倒地了 但因为她在开门站前把劲的交了 所以是稳赢的 C排鱼今天也是败在了安妮手里 就是倒地了 在还没有走到红蝶楼板车之前就倒地了 那么这个板车baby肯定是活不了的 既然如此 那就用它来换无伤救人 板车硬控炮扶三秒 所以秒就也是不亏的 因为律师有足够的身位往前面继续拉点 而且还捡了我的护腕 这就是安妮救人的强势之处 护腕一旦重新开站 炮扶的三人开门站真的很难打 人被关了就先把板子下掉 这样他传过来还可以随时跑路 并且隔几秒钟就得松手 不能一直点门 给了我记录就不能点门 只能等 然后他看哭吵要挂飞了 就直接传送过来抓我了 有板坛所以不怕他抬板直接往前冲 身具足够 并且他技能在CD 所以可以直接下板 两人开门站怎么打我也不知道 但是既然决定抓我 那就好好就鬼吧 好歹再让杂体把门点开 他现在手上没有记录 所以我可以安全绕这块板子 踩板呢就只能往前面转点 但前面只有一块短板 无脑下板被踩起来就是一刀 所以不如堵一下 他用了自己的碎板记录 本来我以为要死了 结果惊喜的发现一刀斩结束了 有冲坛可以接着拉点 垃圾的门好像也能开 所以就试一下看能不能走门 因为炮扶的基础数值很高 所以肯定不能走空地 所以就选择上楼找机会用滑翔翼 但是炮扶很聪明 他没有跟着我上楼 知道我能飞 所以他选择在下面守我 这个距离光靠滑翔翼 是飞不了门的 所以只能堵一下走地窖 我是知道地窖在墓地的 就发消息让杂技快走 从二楼窗口翻下去不会死 这是滑翔翼带给我的生机 你们看呀 飞的就是比走的快呢 这个地窖我收下了 兵工厂 救人未不敢站的中厂 七十一大胆站 走路刚刚还在发监管在他附近 转眼就来抓我了 帮帮确实不好抓 有高级差的大房 但是补筒伤你也不太好抓呀 在平面地图六邦邦的时候 就要注意多用钻石拉点 一开始能保持较有的身位 就尽量保持 得到胜区拉近的时候 再想着指哥 现在胜区足够 并且防止他丢板剑雷 所以就没有直接下板 先用钻石绕一圈高墙 我真的非常喜欢用钻石加速 然后无脑下板 马银效应秒了 我的天赋加点是这样的 除了飞轮和大兴脏蟹 马银效应和肌肉记忆都是点满的 下板以后看见有雷封路就等一下 等雷炸掉再往前走 他但是知道我能回头指哥和扫雷的 所以出道有点犹犹豫豫 这个地方他应该以为能打到我 诶 但是天魔秒了 他有段时间没救了雷 所以现在手里肯定是有雷的 看见二连雷直接飞轮化解 懂不懂极乐如愁的含金量啊 方方也是气到直接闪现 诶 但是天魔 天魔躲一刀再指哥 众所周知气无心 溜的比较好的时候 他可能就要溜的不好了 这里本来是试图接了天魔躲刀的 但是我把那个箱子的模型 想得太庞大了 吃了一刀一扎 那就往最角落转点 这样好歹是不影响外面修机了 对了 说到这里就想起来了 既然你有战中场的勇气 那就得有不往小木屋和大方转点的本事 不然担扰了队友的遗产 溜的再久 记得不够也还是赢不了 更比说某些人溜的不够 还要死遗产了 然后呢 前面又是一出丑陋的场面 怎么会有人看着后面还被烦绕啊 被骗红光啊 我数了 我刚上映的时候大副的机子都开了 因为是守势图 所以选择压满救 不过 怎么说呢 就还是不救更保险吧 一个两个都救不下来 然后一溜的大好局面就没了 守木人倒在中场地下室 后果飞的就要防一下杰克过来抓我 起行跳了那就开溜 看见红光来的方向了 所以就选择先拉点去红毯 高强不是不好 六鬼蛋对面是插引杰克 在高强区我没有他视野 防不了雾刃 而在矮墙区就很容易看清他的动向 手里有棍 所以博弈我占优势 长板先拍掉 不急着打棍 看一下他会不会躲 好家伙 还会回头防拐脚棍 爱躲棍子呢就不着急嘛 知道他手里有雾刃的 所以要捏好飞轮 妈呀 吓得我后脑勺一机灵 贴膜然后雾刃就空了 不下板 你尽管抽刀 看清杰克动向 等确认他从某一边过来 就直接送上二连棍 杰克啊 现在你雾刃也没了 苦工间也被我抠掉了 你该怎么办呢 用女生杰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清红光来的方向 知道他绕到我们后边来的同时 感觉雾刃也要好了 所以就不玩那个窗户 防止被打交互雾刃 一边回头看 一边捏好飞轮 还记得我前面教的吗 转势加速 极了下板 没打到哦 杰克感觉 玩板子玩不过71 然后就换抓了 心跳见小 我确实以为他换抓了 就想要回去补一产来着 刚一回去就发现 他是钓鱼执法 要给所有像我老乡学习的监管 打上一个大大的叉 要打架 你就光明正大地打 搞偷奇和钓鱼执法 算什么一群好汉嘛 然后呢 估计是因为心里想着老乡的事 严重影响了我的发挥 手中有棍 我不打 小心散后被猎马 猎马也不怕 怪速散全家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这个古董商 这转点方式是人吗 事实上 除了耍棍 我什么也不会 没关系 外面已经兴起了一台 并且压好了杂技来救 是不是觉得他救不下来了 别怕 人手飞轮 music 他现在污人还没好 跟在我身后 但不打 这只想为污人压我起身 意识到这一点以后 就要自己找机会叫开 感觉胜具足够 那就直接开吧 结果感觉死追我的话也就是个稳定啊 所以他想试着传送栏门 看能不能三杀 但是很可惜他传错了 你就想嘛 杂技怎么可能自己去点门呢 都是忘记开门密码的人 我可太懂他了 你问故事最后怎么样了 那自然是小鸟一套 小棍一跤 两天大笑出门去啦 我跟着他说 是某些车 松了 去 转租 转租